在北溪一和北溪二因为地缘政治原因和遭到人为破坏 被迫停工减产之时 俄罗斯提出了用土耳其稀替代北溪的方案 先赌为快 但在今年6月 俄罗斯将北溪一的供气量削减了75% 今年8月这条线路被完全关闭 而北溪二的审批程序 德国政府在今年2月已经较定 如今俄罗斯总统普京连续两天在重要的公开场合提议 要建另一条通往土耳其的天然气管道 然而要把土耳其建设成俄罗斯天然气在欧洲的枢纽 俄罗斯副总理瓦诺克说 这条可能替代北溪管道的新线 可能是土耳其溪的新支线 12日至14日 莫斯科召开俄罗斯能源州论坛 普京12日发表讲话说了三件大事 第一要增加对亚洲朋友的能源供应 建设西伯利亚力量2及其蒙古国断等 有前景的天然气管道项目 第二在土耳其建立供应欧洲天然气的枢纽 把目前因北溪管道停运减少的出口量 转移到黑海地区 建成通过土耳其向欧洲供应俄罗斯燃料和天然气的主要路线 第三北溪二天然气管道的一个未受损支线 可向欧洲供应天然气 而供气的阀门掌握在欧洲手里 我们不会向那些对俄设定价格上限的国家出口能源 13日普京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出席亚信峰会与埃尔多安会面时 又亲自告诉他一遍关于在土耳其建欧洲天然气枢纽的想法 强调土耳其在今天是最可靠的路线 实际上这个想法也不算新 俄罗斯在土耳其已经有一条管线 而且也是在地缘政治的博弈中应运而生的 大约10年前2012年12月开始 俄罗斯开始间通过土耳其向欧洲巴尔干半岛国家输气的南西管道 但由于建设标准不符合欧盟规范 加上2014年克利米亚公投入俄 以及欧洲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等因素 南西管道的建设到2014年就终止了 成为一个失败的项目 此后俄罗斯和土耳其于2016年10月签署了 土耳其西管道政府间协议 该管道其实是南西的替代项目 于2017年5月开始建设 并于2020年1月1日开始向保加利亚输送天然气 如今普京提议要建另一条通往土耳其的管道 听起来像是土耳其西2 也有可能是俄副总理所说的土耳其西上的行之线 无论是哪一种设定的目标 很有可能是激活当年南西项目中那些未完成的部分 如果乐观地设想一下 也许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会成为新的土耳其西管道 最早的两个受益国 不过在如今俄无冲突激烈升级的政治背景下 俄罗斯通过复兴南欧天然气管道 来打破向欧洲能源输出的僵局 面对的阻力只会比当年建设南西时更大 在普京两次公开向土耳其喊话 土耳其在面对成为欧洲天然气枢纽这样的诱惑时 还是表现得相当敬慎 据路透社报道 对于普京提出的土耳其枢纽计划 埃尔多安13日在阿斯塔纳并未第一时间在公开场合予以回应 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登梅斯 12日在俄能源州论坛上表示 现在评论俄方有关建设土耳其能源枢纽的提议为时上早 但有关各方应探讨该提议是否可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